全球股市接下来长什么样子 有可能从这张字卡当中延伸出来 怎么说 我们为您统计 上个礼拜全球股市最恐慌的时候 礼拜一的收盘到今天为止 各个主要股市的一个表现状况 好 这些都是礼拜一的收盘 道琼指数到昨天为止反弹大概2% 纳指大概反弹6% 亚洲股市主要指数表现都比美股还好 所以延伸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 接下来亚洲股市来带美股了吗 那美股有哪一些补涨的机会 这些补涨的成分股又怎么样回来影响亚洲股市 我问盛洁老师 现在老师说 业绩才是王道 盛洁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怎么从业绩来找下半年的黑马或热门股 对 我觉得这里来看的话 就是说大盘或许陷入一个整理 但是业绩才刚刚公告 致必对股价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在那边来提到说 反弹的盘 选股的法则 就是业绩是当成最重要的依据 那业绩怎么选 其实现在最夯的 当然就是营收跟获利 那7月营收好其实这是很关键的 因为上半年都结束了 可能在7月营收又好 代表它下半年可能也不错 而且这营收要怎么样 创今年高或者是历史新高 而且营收能够展现双十的格局 那这个是一件好事 那再来第二季的获利 这个就是目前最夯的 单季的获利 有的是亏转盈 或者是超越去年整年度 甚至包含了去年的90% 我这个上半年就已经赚到去年的90% 这代表不错 甚至季是属于倍增的 第二季比第一季增加幅度高达一倍两倍 那这种是也是投信法人的最爱 那当然再看一下它的内涵是怎么样 三绿三升嘛 像刚刚鸿海 鸿海至少怎么样 它也是三绿三升啊 那毛利率 你既然三绿三升 最近我们讲说电子五哥 都不是毛三道四的 都有3%以上 4%以上 甚至有到5% 如果你毛利率有超过50%的 那这个就不得了 不是台积电而已 台股还是有其他的毛利率也是很高的 除了三绿三升 毛利率超过50%的概念 也是一个重点 再来这个就是认为是精神所在 我就说 其实大家讲说 很多股票在标来标去 你不知道怎么挑 现在有个重点 财报出来之后就放在什么 同一个平台 那代表什么 同族群下去做精挑 那什么叫同族群的精挑 我就比方讲 举例来讲 用约当本益比的概念 那大家就要问了 什么叫约当本益比 因为事实上本益比我们都知道 股价处以EPS 但EPS现在只有第一季 再加第二季 就上半年的 但是第三季跟第四季都不知道 那有的人会讲说 第三季第四季很好赚很多 那这个是见仁见智 那我讲的约当本益比就说 我们就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EPS 等同于第二季的EPS 这样下去算 那这样大家都公平了 不要说我下半年 我要加个三加个四加个三十八 这样子感觉上怪怪的 那你就用三四季都用第二季的一个EPS来算 那我们把它当成什么 约当本益比 如果他真的景气不是太差 产业的前景不是太坏 用约当可能是最保守的 没错 因为有的实际上第三季还会更好 一个约当本益比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就是Q2第二季的数字要优 那这个Q2的数字就是讲刚才一些 当然最后一个还有说形态多头或者是突破 那形态多头但是多头排列 或者说形态整理完准备突破 那最后法人买龙之鉴 这些是基本面好 再搭配技术面以及筹码面都要好 对所以这个加起来感觉上就是说 我觉得这里就教大家钓鱼的方法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对自己的股票下去 检视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操作心法 操作心态 我觉得这里属于怎样 眼明手快 为什么叫眼明手快 因为你要知道一家公司的业绩出来之后 你就要知道他好还坏 好你就要买了 坏了你就要卖了 不能再等了 所以这里叫做眼明手快 寻找业绩补涨股 有时候第一天好像 你上看最近有些股票连续跳三天 那是因为他的业绩其实超乎市场跟法 预期很多 他事实上动能就比较强 所以我觉得这里找一些业绩 算是不错 但是他又是感觉上后劲还有的 我觉得补涨的空间是存在的 好所以哪一些符合基本面 技术面筹码面都不错的 如何眼明手快 来我们找出了哪一些产业跟个股 好那我觉得这几个产业绝对是现在的一时之选 第一个叫半导体设备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大概讲了很多次 半导体设备绝对是这里的一时之选 那主要当然还是循着台积电的脉络 因为他说COWAS很好 那COWAS的一哥是谁 之前跟大家讲过红硕 我记得之前来跟祝华讲说 这个红硕好像大盘震来震去 跟他都没关系 今天竟然能够收到1800块 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那当然他的EPS也很漂亮 第二季的单季叫7.04 那上半年13.04 这都确定了 施智诚COAS一哥 三绿三升 毛利率43.41 其实都还算是蛮漂亮的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约当本益比多少 吓死人70倍 70倍 股价创历史新高 但是有时候这种叫一则一则一则优 当然洗的是说怎么样 这个族群 因为他的本益比拉到约当本益比 我刚才教大家怎么计算 因为当本益比70倍的时候 天花板就拉高了 对 天花板拉高了 那后面的徒子徒孙就会跟着上来 我们看一下他的股价好了 70倍 对 我讲的时候 我们8月初台股 是不是在这里大震荡 没有错吧 我说红硕好像跟他都没关系 他在越震越往高点走 今天虽然没涨停 但是1810也几乎是创下历史新高 好 那做谁呢 其实像我也提醒一下 像精彩 这封测也很强 那他也是今天也是算强势 然后死高拉回 约当本益比较43倍 也是很高 也是很高 那这个价位也都算是相对高 如果我来选的话 我会挑什么 叫华友益 你说华友益是什么 对 其实他事实上是怎么样 他其实本来是做AOI的 我们讲说光学检测 但他后来怎么样 我之前有讲到一些隐藏版的台积电概念股 对我来讲他就是 你看他2020年开发了晶圆制程的光学检测设备 然后他出给谁 出给晶圆厂 出给台湾大的晶圆厂 那很简单嘛 台湾大的晶圆厂就拿两家嘛 台积电也好 要不然连电也好 所以他是隐藏版的台积电的概念 他这个东西算是厉害 那你说有多厉害吗 你看他的业绩就知道了 第二季的营收1.33亿元 季增年增都是50%起跳 季增大概60%年增有到80% 三绿双升好像没有很强 但你要知道他的毛利率 这里有写到毛利率达50% 你想想看毛利率达50% 这个就厉害 比红硕的毛利率还要高 比精彩的毛利率还要高 而且他上半年的毛利率还高达53.23% 通常一档股票的毛利率代表什么 他的一个我们讲说产业的地位在哪里 代表说他事实上毛利率高 就是他的一个深度是够的 那EPS我们讲说他的一个EPS创下 我们讲说第二季的EPS叫0.95元 但他却创下10季的新高 由亏转盈 比较起去年叫由亏转盈 技增的10倍 因为事实上你看他上半年之后1.03 所以他第一季赚不多 所以技增的幅度相当大 那如果说我们再看他的股价来看的话 来看一下今天收73块钱 对你说他这个股价 我要提的就是说 8月初的时候是不是大盘在这里做震荡 他也一样是在这里做一个震荡 往上的格局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好像拉回很深的状况 那你说短线呢 他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三角形收敛的尾端 那配合说他的一个量能在 他8月才开始出量 对8月才开始出量 代表说事实上他这一季的业绩 事实上还有期待 因为8月出量是代表什么 第二季的财报 那你看他最近外资才开始 好像买多卖少的格局 所以我觉得这张股票 看起来华尤益687大行不很熟 但是我觉得用他的一个基本面的角度 以及他产业的状况 我觉得有点机会 这是半导体设备 第二类是谁呢 好机器人 机器人真的蛮夯的 我刚鼠方也讲了蛮多的 但其实机器人我要比的是什么 同产业你就来比一下 其实这些所谓的罗生或是隐汉 其实这些都叫自动化手臂或是工具机 罗生的约当本益比是200倍 其实200倍还算是低估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你看是0.05 0.05 上他第一季的EPS 其实大家没有人在看他EPS 但是我讲说终究还是要放在同一个平台 他上半年的EPS就是0.05 所以他第一季是什么 第一季是持平 是零 所以因为当本益比是超过200倍 那他当然今天还能够创始高涨停版 那当然他吵的题材最重要就是自动化机械的手臂的供应商 那没关系 那我们就找说台股还有像隐汉的类似 还在亏损 但他提起来什么 亏损变少了 亏损变少了不容易啊 他也是自动化设备也是机器手臂应用 亏损箱今日是创始高拉回 所以这两档看起来就是 就是下礼拜嘛 这个机械展 但大家觉得说有机会 但如果说你比较这样的概念来讲 我觉得这个叫4561的叫建村 我感觉上他就相对委屈 为什么 我们直接从他EPS来看就好 他第二季单季的EP叫1.34 比他们都还会赚 比他们都还会赚 然后上半年来讲已经来到2.29 一个是辽级 一个是0.05 他叫2.29 一个股价叫59.2 这79这147 我们就放在同个平台来看嘛 那你说那建村到底是做什么东西 其实他也是做 我们讲说主轴场 什么叫主轴 大家都知道自动化手臂 需要很多关节 很多关节 关节就是主轴 轴就是一个 你说圆圈圈 然后里面有很多机械的东西 就是一个主轴场 所以这个主轴应用的范围非常广 包含是机器人手臂 包含自动化 甚至建村 其实最厉害是在半导体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内容怎么样 第二季三绿三升 毛利率是33.53 年征的 这时候比去年年征的12% 代表说他毛利率增加很多嘛 约当本益比 这个我刚刚讲过 11倍 大概是里面最低的 那上半年获利2.29 达去年的80% 这也就代表说 今年上半年已经赚到去年的80% 那他最厉害的地方还有这个 第二代的晶圆切割主轴 这个主轴 那还在自动化的加持 所以他事实上也进入什么 半导体设备这一块 那这个事实上也是厉害 那其实如果我们看他 其他周线叫6年的大底 日线完全多头排列 而且带量作为突破 看一下建村今天收59.2 这是周线 这周线就是一个标准的吧 周线是一个6年的大底 对不对 这个算一下 大底突破回撤颈线再往上攻 所以这周线应该是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看一下日线 对日线它就是一个 回撤之后这里做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箱的一个概念 然后箱形做一个震荡 在这里大家讲说 那这个会不会做突破呢 大家看了半天 但我觉得量先价行 今天出量 有的人觉得说好像很不好 今天爆量 对今天是爆量 1万多张的大量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要去突破这个高点 你就必须去爆量 所以这个操作面很简单 如果明天直接开低 那根本就不对了 对 它明天应该是要开高 而且尝试性去挑战这个高点 那我觉得这样才对 所以明天股价没有退路了 我觉得它是没有退路 因为今天爆量 那不能够跌破 今天的大量低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股票的关键在这里 好 第二个族群 在于机器人 第三个铜箔基板呢 好 铜箔基板 其实你看起来大概就是这三档股票 但是我觉得超级比一比之后 你就发现台药真的是相对优 为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 像台光店联帽 基本上台光店是传统的 我们讲说铜箔基板一哥 市场眼中的好学生 但是它是什么 第二季三绿三降 那这个地方营收获利期都还不错 你看它这个获利上面都还不错 但是三绿三降 大家觉得说你毛利率怎么会突然下降 那联帽的问题在哪里 好 联帽叫Q2获利未有特别出色 但是第三季之后才有涨价 所以第二季的获利期没有特别好 就第二季感觉上没有特别的优 但你看台药 台药第二季叫2.55 上半年叫4.21 其实这个数字是漂亮的 因为它的第二季的单季获利 激增了53% 年增了150% 这个都比台光店跟联帽要好 三绿三升 而且它是三绿三升 这个叫三绿三降 那这个pattern就比这个好 那七月的营收呢 21.4亿元营收双十 而且首度创下历史新高 那这个也是漂亮的 七月营收漂亮 那毛利率增加了1% 那看起来来讲也是不错 那营益率 然后还有净利率 都是往上走的格局 所以上半年的获利 4.21 占去年全年的3.05 所以这个 已经赚赢了去年一整年 对 已经赚赚去年一整年 而且它目前主打叫 高频高速的材料 那看起来它未来的题材 还有低轨卫星 还有AI伺服器 那法文布局 日线呈现短底 来看一下台药的现行 接收160块钱 它就是有那么一点点 短底的味道 这个整理完了吗 对 我觉得它事实上 你看这边划一条线下来 它就只欠一个带量突破而已 季线的反压 其实现在扣底位置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如果这个地方稍微做突破的话 我觉得它股价应该会有机会 所以要卡位的话 等一下吗 等它突破 我觉得如果以季线比较保守型的 我觉得是等它突破来买了 了解 谢谢盛建老师的整理 先请回座了 这是业绩超级比一比 比出了三大组群 一个半导体 第二个机器人 第三个是同伯基板 各有各自的题材 但相对谁 盛建老师比较看好 操作策略 用给你做参考了 好 接下来今天全球的重要大师 日本政坛的震撼 但日本首相说 我不续任了 有人说 这可能是清除了 日本央行升息的路障了 所以日本股市又要再起了吗 全球股市将会如何 因为这个消息资金大挪移 休息一下 期展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